各位觀眾 高同部長 李明岩不知道去到台地 健康中心來示範 希望台地可以 應進進到這個先進化的設備 來減輕第一項調度的壓力 另外這個外界都在關心 當時會來調整這個票價 李明岩是歡迎台地當地現役 會照這個機制來補當四歲 目前沒有確定的時間 完蛋掛牌的台地公司 今年一月二五月 客運人數超過九千八百九十一萬人儲 平均每天四十五點八萬人儲 比去年成長超過一生 今年八月一元三千行 下車的車 五十片座 全部到車後 在一月份會全部到達營運 全山的運營 會還提升百分之四十 健康的調度壓力一定會增加 行空中心的設備是九十二年建置 那目前也請台鐵在規劃 怎麼樣利用新的科技能夠再提升 這個行空中心的效能 那減輕人力 人為的這個判斷的這個負擔 因為四月設施 發展的影響 台鐵頂半年尊點率不改善 但是前年尊點率目標 也是頂著百分之九十七 葛東坡要求台鐵就要研究 油化形空調度 高蘭學者認為 那是台鐵早在土地區 是以結論發展經營 通信時間路上的營業都已經 換金換鞋 不過目前很多品種 需要的是看管齊快速通信 可以用大小股來檢視 越穩越的輸球 它要的是這種區域的 那種快速的鐵路運輸系統 可以讓它很快速的從衛星程式 進到市區來 它有一些營業上的一些容量分析 針對這些平靜點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改善企劃 另外一方面 國際關心二十九年來 無期的台鐵票價 什麼時候要調整 高蘭波表示 色度歡迎合理票價 也能提升核武品質和準點率 台鐵已經依照聽書 在研究上的方案 後少月聽書會報當事會 也會提報到高蘭波來審議 目前也沒有時間表 記者綜合報道